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咱们的证书已经升到28级了 把这些宝箱领一下看能开到什么配件 哎呦开到一个五件的民宿家长 品质还是狼色想的运气不错呀 果然科技的东西都比较好 咱们把剩下的物资都领下可不能浪费了 好的咱们去刷一下布本 看今天能爆什么配件 之前买的战五无人机就是为了倒牢狱准备的 但可惜的是影响了现实的差距比较大 你们看无人机的输出很低位 连嘎者的皮都蹭不掉 胆度也不高被撞一下就玩完了 这波真是亏大了感觉买了个寂寞 一百多万金条的无人机居然这么帅 为你摸摆一秒钟 打boss的时候想也是把无人机放出来 想多增加一点输出 但小伯们也看到了他一直在刮杀 而且他的胆度也不怎么高 被boss蹭了几下就没血了 战五无人机打牢狱帮助真的不大 白话的小强一百多万金条有点心疼 好的咱们也是把boss解决了 来看一下能开到什么好配件 哎呦开到一个民宿家长 想和这配件还挺有缘的 小伯你们看无人机的输出太低 最后平坤的时候都显示不出来有点无奈 而且战互无人机的消耗还特别大 好在小强比较干 每天都能收刮到一堆资源 不然的话还真养不起他 输出低的无人机 为什么还这么大 这个无人机也太坑了吧 完了一个星期的战互 咱们也是过足手印了 小强打算把无人机风险重新组装拿去卖 好在刷部分不掉那久度 不然的话真的亏是了 好的咱们把价格定高一点 我说最高只能卖一把三十七万金条 这是逗我王吗 王爷的设置也太坑跌了吧 评分47700的战互无人机 价格居然只能定这么低 直接卖的话那就太亏了 咱们再分解一次 把配件全部换至最低配 一百多万金条也就只能买个战互芯片而已 难怪这些那么便宜 原来是最高价了 好的咱们按最高价拍上去 这个试血费事案芯片没卖出去 有点无奈 算了咱们压低一点价格脱手吧 比云价已经低了七八万金条了 这下应该能卖出去了吧 说实话战互无人机打牢狱基本没有 但如果试刷其他副本的话还是挺不速的 虽然输出不倒地让人砍牙 也就牢狱这么变态一下就把无人机给秒了 好的成功解决boss看能爆出什么配件 不得天又是棉树加成 这配件是赖上我了吧 小强还是比较喜欢清凌枪口 别再给我爆护角配件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强我们下期见拜拜